没有谢娜的快本连续收视夺冠, 无心一展优势, 这才是真正的无心。 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, 这二十年下来节目的收视一直很平稳, 是湖南卫视的王牌节目, 里面的主持人更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主持人, 也是湖南卫视很重要的招牌, 其中最为起到主导作用的, 就是何炅和谢娜了。 何炅和谢娜的故事不多说,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清楚, 所谓有种友谊叫何炅谢娜, 几个月前, 谢娜终于宣布怀孕, 网友们最关心的就是谢娜在湖南卫视的位置, 由谁来顶替, 谁会是新生代里比较出泪拔萃的新主持人, 何炅不做任何解释, 却机智地打破了一切对新主持人的猜测, 因为何炅很淡定地对谢娜做了一个承诺好好休息, 抬上位置给你留好, 等你圆滚滚地回来, 何炅都这么放话了, 还有什么顶替谢娜的人, 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, 存在的是对谢娜的等待, 谢娜在快本的十几年主持, 大家习惯了舞台上不按套路出牌的疯癫娜, 如今娜娜安心阳台, 快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? 当然从始至终起到核心作用的人, 还是术和朱末术, 没有谢娜的舞台上, 吴欣就显得更加妖艳, 吴欣还是很棒的, 不管是唱歌还是玩游戏, 突然表现得很放了开, 虽然不能一时像谢娜那般主持大局, 却也是非常的棒了, 完全不是那些年大家忽视掉的吴欣, 湖南卫视最近推出的新节目也不少, 但是快本还是冲在前面保持收视第一, 很多人说这是吴欣的功劳, 也有网友简单粗暴地表示, 就是想看看没有谢娜的快本是什么样子, 扎心了老铁, 现在的吴欣越来越自信, 综艺表现越来越强, 在谢娜不在的这段时间里, 吴欣可以好好的表现自己, 关于谢娜不在, 吴欣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说法, 大家怎么看?